好 繼續帶您來關心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現在是遭到羈押禁見 不過民眾黨的黨務 是持續正常的運作 今天中午是召開了中央委員會 那針對民眾黨的下一步 來進行討論 而他們是決定要遍地開花 在全臺各地舉辦宣講 接講 或者是像座談會這樣的形式 主要就是在不同的地方 聲援柯文哲主席 那也讓整個司法上面的狀態 可以讓更多人來知道 不過針對這個謝立功 也就是民眾黨的前秘書長 在節目上以及在臉書上 都在說希望柯文哲 是不是可以採取認罪協商 而這樣的說法 也引發了一些小草支持者的不滿 向中評會來檢舉申訴 而他們也打算處理 帶您關心 小草們的想法 我們都有看到 黨莊都有看到 然後我在這個記者會之前 也有跟李文華主委通過電話 好 那他請我代為跟大家說明 在中評會這邊已經收到了相關的陳情 那也會先立案來調查 好 可以聽到這個吳怡萱發言人 這邊是證實了 已經會來處理關於謝立功 被黨員申訴的這一件事情 不過民眾黨其實有非常多的爭議 包含他們的這個柯文哲私人的 眾望基金會現在也被爆出疑似金流不明 那他們可能有接受到了兩千七百萬 這樣的捐獻 那花兩千六百多萬 但是相關的發票卻只有一張十萬元捐獻 那引發非常多的討論 腦難也被質疑是不是有洗錢疑慮 那對於這件事情呢 民眾黨中央是表示 這是一個基金會的運作 應該要交由基金會來對外說明 以上是我們掌握到最新的狀況